首钢队今天是客场109比104击败了山西队 过去的两轮比赛 首钢队在主场接连清取江苏和天津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成绩上的压力 不过从今晚客战山西开始 首钢队将迎来一个魔鬼赛程 对手中不乏辽宁 新疆 广东等强敌 本场比赛一上来 首钢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其中朱燕熙的表现最为抢眼 包办了球队的前七分 山西队则是进攻不顺 打了三分钟才由曾令旭投入了第一球 随后马布里抢下前场篮板后 为朱燕熙送出了精彩的不看人传球 首钢队逐渐将分叉拉大到两位数 眼看形势不妙 山西队主教练徐金哲赶紧请求了暂停 但是暂停回来 山西队仍然打得十分吃力 首钢队是以12分的优势结束了首节比赛 第二节的大部分时间里首钢队都一直保持着十分左右的优势 然而在本节最后几分钟 山西队小外援琼斯突然找回感觉 相继投进高难度的三分和二加一 琼斯的爆发也带动了队友们的发挥 当小后卫红志善命中这季三分之后 两队的分差只剩下了两分 好在莫里斯投进了末节的压哨三分 帮助首钢队带着五分的优势进入更衣室 第三节一上来 孙岳就接连命动三分球 开启了个人外线的表演模式 当对手紧追比分时 是三月孙岳的三分球帮助球队稳定军心 当首钢队渐渐扩大领先优势时 孙大胜的外线发炮又为球队紧上天花 单节六记三分球独得18分 这也是孙岳在第三节交出的成绩单 末节比赛 山西队依旧拿孙岳的三分球无可奈何 紧接着朱远熙也在外线做出贡献 首钢队将主动拳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最后时刻 罗志的连续三分 曾经让山西队燃起了一丝获胜的希望 但是无奈为时已晚 最终北京队109比104战胜山西队 西营三连胜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